大家好 我是攝影師潘思維 今天我們要來做富士ST4的評測 那我們 蛤 什麼 各位朋友今天突然有一個臨時插播 本來大家一定很期待我今天做富士ST4的評測對不對 要跟大家說聲抱歉了 今天臨時突然 緊急特別發佈了一個開箱 什麼 又要開箱 又要開什麼箱 我的朋友 又不小心控制不住自己那一雙手 又買了一台Sony V1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這台 Sony V1 一樣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箱 我們現在開始來開箱Sony V1 這台相機其實已經開過箱了 那不管 我們就是要開箱 那我朋友買的是一個套裝組 就是他的 無線手柄以及Sony V1的本體 那這裡還有附送一個東西 目前也不知道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猜猜看看 那我們現在先把東西都拿出來 這個套裝裡面呢就這三個東西 那我們先開Sony V1這台機器 首先呢 依照往例 這個又是 不用讀系列的說明書 所以我們不管他 這張是他Sony原廠的保證書 接下來這個是他的擋風毛罩 他是直接插入 ZV1的冷靴座裡面 他附了一條 USB的充電線 這個是USB B的接頭 是比較舊的接頭 這個是他的電池 還蠻小顆的 最後就是 Sony Sony V1 他的本體 現在已經改成翻轉螢幕了 這樣子我們自拍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自己 這對Sony來說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以後出的機種會不會都變成這種翻轉螢幕 這台機器是真的蠻小的 比我的手掌還要小 他的右側有個握把 雖然還是很小但是這樣子 比較好握持 頂部這邊的配置 這邊是冷靴座 可以用來插麥克風 同時也可以插擋風毛罩 後續我會測試一下他這個擋風毛罩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他的 麥克風的位置 這是開關鍵 模式鍵 以及焦段的轉換 跟拍照 然後這個是錄影 錄影鍵相比其他機種真的大蠻多的 這台是A7R2 他的錄影鍵在右手邊這裡 蠻小的一個 如果你手指太大的話 可能 會按不太下去 A7R3他也是類似這種大小 目前索尼 ZV-1 把這個錄影鍵改成這個比較大 會比較好按 所以上角這個 他可以改變我們拍攝的景深 那其實也就是把光圈開到最大而已 背面這邊就是索尼一貫配置的一些按鍵 那我們就不多介紹 因為沒什麼特別的 那我們來看左手邊這邊是沒有任何接口的 那我們在翻轉螢幕的時候是不會去卡到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細心的一個設定 他的接口都是 在右手邊這裡 第一個接口是麥克風接口 第二個接口是他的充電接口 第三個接口是HDMI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下面這裡是他放電池的地方 那我們先把電池放進去 他電池這邊有個箭頭 我們照著這個箭頭的方向把它放進去 那如果你是反過來的話 那其實是沒辦法推到底的 他會卡到 要正確方向 他才能正確的放進去 電池上面是放SD卡的 我們把它插進去 我們索尼 DV-1的本體 就是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再接著看他的手柄 這是他的一些說明書 那同樣也不用看 這是他原廠的保證書 這個是他的 保護套 手柄的保護套 這一支就是索尼 DV-1的手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背面 他的電池是這種扁的圓形的 CR2032 並不是我們常用的三號或四號電池 你後續要更換的話要特別注意一下 立起來的話就是把 後面的兩隻腳把它打開 這樣就可以立起來了 他這個設計是沒辦法調整 他的開盒的大小 或者是角度 所以他開盒的大小 是固定的 那我們先把它裝上去 我裝完之後呢 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裝上去之後 你想要更換電池 你就必須再把這個 腳架 拆下來 不然你是沒辦法更換電池的 這個設計真的 讓人有點 不知道該說什麼 算是蠻麻煩的吧 因為這台索尼 DV-1 它的電池 非常小 所以更換電池 是他常常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現在用腳架把電池 把它遮擋住 沒辦法更換 那要更換就必須再把腳架拆下來 這個是非常麻煩的 我剛才有提到他的電池是 非常小的 所以我們最好是多被幾顆他的電池來更換 不然你可能用到一半就要關機來充電 他前面有個燈 只要你錄影的時候 他這個燈就會亮 這樣子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可以提醒我們自己 不會 已經沒電了 我們還一直在講一直在錄 那其實他已經沒有電了 不過我後來想想他這個燈 其實也是有點多餘的 因為他沒有電的話 他這個鏡頭 他會縮進去 再來我們在自拍的話 我們一定會用翻轉屏 那只要沒電了 他的螢幕就會黑掉 這樣我們就會馬上發現 那所以他這個燈 其實真的是 有點多餘的 這個無線手柄 只要你索尼 ZV1開機 他就會自動連線 就可以直接操作 這樣就省去我們還要 進入菜單裡面 做設定的 一些麻煩 他這個也是 蠻方便的 在他的左手邊這邊 有個按鈕 你只要按下去 就可以調整 他的角度 放開就會固定 按下去 就可以調整角度 右手邊這裡是調整他的鬆緊度 他的手柄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盒子 我們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這是一個 相機皮套 他可以把 ZV1放進去 他還有一個背帶 這個皮套比較適合給女生 網紅用 男生拿這個 可能 不是很適合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 掛著把背著 女生背這個 還蠻好看的 那男生的話可能就 有點奇怪 我個人也是比較不推薦用這個皮套 因為裝進這個皮套之後 他的 整體的體積就變大 就失去了他 輕巧易攜帶的這個功能 因為這樣子一個大小 可以直接放進 牛仔褲裡面 那如果再加了 這個 那可能放不進去牛仔褲 只能攜帶腰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開箱的 索尼 以及他的 無線把手 那我們 今天這個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今天 索尼 ZV1 開箱就到這邊 後續我會跟富士 ST4一樣 盡快做詳細的評測 如果你對於富士 ST4 及 索尼 ZV1 有什麼想了解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我會考量一起納入 評測 為你解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不錯的話 再麻煩你幫我 訂閱 分享 按讚 留言 還有還有 一定要記得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期再見